2022年2月24日清晨5點 一處機場的國民警衛隊基地靜靈大作 起床第一線士官兵們通通被叫醒 準備應戰 幾分鐘後普京大大發表LAC國家談話 特殊軍事行動開綠燈 瞬間爆破聲貫穿誤過全境 裝甲車隊直到技術而來 指揮官魯丹科和地下120人如臨大敵 他們已住房在這快一周 但眼前將發生的事 誰能真的準備好 安托諾夫機場爭奪戰 一年過後現在回頭看 我覺得絕對能熔燈烏二戰爭最重要的意義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機載而空降軍VDV突入的畫面 呃少數他們看起來類西方的作戰部隊 從戰術走位到槍匠的瞄進裝備 都是最高規格待遇 整個以為是什麼新遊戲決勝時刻的關卡開頭 會願意出精英部隊來和你鬥 代表說這地方是大家的心頭肉 CIA滿早就判定安托諾夫 會是普京閃電站空中橋樑的一環 該機場的距離首度基輔25公里 但近郊的話則是不到10公里 停放有世界之最 AN-225運輸機 一指此處肯定容納有他能起降的跑道 那一切都安了啦 打下來之後我就是瘋狂運兵和物資 會出什麼問題呢? 物軍重兵放在東部戰線 照理來說呢 北方支線12比1的兵力差 應該可以輕易碾壓 但明顯呢 計畫改不上變化 雙方在基輔外圍交手了 五個星期 最後無疾而終 算是俄軍的物資跟不上了輕敵 計畫不周騰問題之極大乘 我今天呢就想跟著Global News的深入報導 他們從8月呢即被外派到這神器之地 搜集了許多士兵第一手的訪問資料 幫大家拼湊出這無二衝突的決勝點 中間到底都發生了什麼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現在幾支路 一個講政治軍史名電玩 還Buff的Lok男人 此系列打算用政治不正確的風格 趁著無二戰爭滿一周年之際 來和大家聊聊呢 俄軍無法順利登機一室 AN-225運輸機 烏克蘭語Maria 中文之番呢 夢想之意 從2月初就入住停機棚內保養 直到衝突爆發及消失前才檢修完畢 員工表示現在反推應該一做完SPA 就要後送了其他像在德國合作的機場之類的 但當時沒人相信真的會打 OK 也練過機場跑道被炸幾個坑洞 但全面入侵真的是另一回事 負責首都數位區的第72機械化旅 指揮官在訪問中則是持相反意見 認為早在2月初泰師一聲聞 我們早在前一晚進入城內就守備位置 武軍部隊總司令加魯日內在2021年7月升任後 將小巫轉型成一支現代化打擊部隊 指管中心火砲單位和戰術小隊一乘著黑夜先行部署 不打擾民眾一夜好免啊 盡悄悄的準備和俄軍決一死戰 和白俄羅斯借到一下 我們的部隊主力則是打算從聶伯和西側停進 還有兩團勢力分別選擇 北部切爾尼科夫和東部蘇美市政來包夾 加起來推估約有4萬名兵力 大家只有一共同目標就是小澤雙半的地方 相反的巫國陸軍 咳咳就主要是剛剛提到的第72機械化旅 國土防衛軍國民警衛隊 還有少數特種部隊外籍志願軍 就是那麼簡單 要喊如此龐大的巨獸抗衡 一開始無軍的工作只能一路撤隊 一邊摧毀重要的橋梁 暴風雨潛得寧靜 在靠近赫斯托梅鎮 負責死守機場的國民警衛隊第4快速反應旅 指揮官魯丹克回憶道 我們根本看不到敵人 只聽得到了槍片的震動聲 他們的直升機飛得超低 幾乎快貼地在飛 我們是指朝樹齡再高一點的地方射擊 總計約30至40架的直升機隊 從百二境內的墨跡裡起飛 由米二次辭入領頭 主要內成分是密閥運輸直升機 卡五二短穩二 當壓軸浩浩浩浩前往機場鬧事 獨彈科旗下的部隊 將火炮對準天空 當我們被直升機掃蕩時 我也下令大家翻機 我們真的想把那些直升機搞下來 呃…體面300壯士不是單純拿步槍WG 單兵監射型地對空飛彈 和ZU322防空系統依舊很夠力 這些移動式載台沒有在第一波空襲中被消滅 所以媒體上才流傳出眾多 而軍直升機不斷施放熱誘彈想閃避的畫面 首度交火至少有兩架被打到要緊急迫降 和一架短穩二還真的去喝水 無線電另一頭傳來閃兵開始登陸的消息 但是我們不知道敵人會從哪個方向來嗎 於是我跳進裝甲載具想開到跑道上一探究竟 在行駛途中時不時有機槍火力掃射過來 據額官媒說法是從下午1點20分開始謝兵 大概沒過多久巫守軍的彈藥量就已經急急刻為了 不想底下的人就這樣白白犧牲 於是指揮官盧丹科下令大家撤隊 一團亂中有人跳出返離到機場附近 幸運一點如有載具就趕緊搭上便車 亦有更多人是靠雙腳步行 試圖往戰火的反方向跑 附近居民也有出來幫忙 將士兵的槍枝和陣箭給藏匿起來 換了一套乾淨的衣物後 即將這些第一次見世面的先兵們 送往基輔希望能改日再戰 第一次敲手雙方都說自己無損失 然後把對手搭得千充百控 不過機場落入俄軍之手為鐵鎮鎮的事實 我還記得在一年前有看到這則新聞 大家都覺得小巫不出所料要被速速閃機 欸結果 Mucabary is here 隨著撤隊外圍的火炮部隊沒有閒著 開始狂轟機場跑道 目的是希望炸到無法使用為止 意識到事情大條了 主力第七十二機械化旅和喬治亞軍團等同仁開始北調 其中還有來自第八十空中突擊旅的特種部隊 大概抓五十名弟兄搭乘直升機準備前往機場支援 一名士兵代號宙斯去訪問城 我們當時以為只是要去凱瑞同跑 因為官方的說法是機場還未淪陷 到現場才說沒有其實已經工手交換了 然而我們現在的工作室防止1276大型運輸機進行降落 夏季後大家先往一堵鋼機捆泥土的牆面集合 各種部隊成員再接續一個個翻入機場內 目的是希望能傳送較精準的坐標給火炮部隊檢視 周時回憶說 打頭陣翻過去的那位馬上領友BUG25榴彈套艦面臨 我們與他失去聯絡先假設已經殉職了 馬上又領友兩名上院 俄軍狂丟煙霧彈和手榴彈試圖想趕我們走 當煙霧散去後 大家才開始反擊施育火力壓制讓後面的人能翻進來 不只地面上打的火熱 同時烏軍的空中凱瑞更是來得恰到好處 俄軍起初想說靠巡航導彈和伊斯坎德爾短程飛彈 就能讓烏國空軍閉嘴 但是明顯他們並未失去空戰能力 甚至空域如盡依舊暢通 至少有兩架烏軍的蘇-24和米格-29衝擊第七飛 剪刀石頭布的相剋概念而擊毀多架俄軍直升機 導致排成原先要接力的 俄軍第76境衛空降師18架大鳥無法降落 紛紛終止計畫轉向白俄羅斯境內去乖乖等 想建立攤頭堡的閃兵本來就人力擔保 同時又只有輕裝上陣 小隊可能最多只配到反坦克火箭而已喔 到了傍晚 鵝散兵陷入孤立無緣的狀態 只好忍痛先撤出機場外過夜 喬治亞軍團指揮官 瑪穆卡瑪穆拉舌維利的後來聲稱 他的手下由於在激戰中用盡了彈藥 於是他們開始以汽車了 碾壓倉皇撤隊的鵝散兵 不過沒有證據就是了 晚間原先駐守在這的第四快速反應部隊 在FB粉專上PO出奪回機場的喜悅之情 士兵們握在殘骸中 手裡握有一面滿是彈孔的烏克蘭國旗 從中可以推敲出戰況之激烈 大家極盡其力還擊國門大爬 雖然成功阻止敵方較支援 但烏軍狀態也沒好到哪裡去 剛剛的特種空降部隊成員宙斯說到 我們隔天稍早接收到要慢慢撤手的命令 敵方火力壓制沒有停歇 防止我們再翻牆出去將傷員後送 到清晨四點我們發現第一個翻怪的大大竟然沒死 宙斯笑稱他存活下來了 先是裝死了直到敵人想拿他手上的武器 他才起身反擊到太陽探頭了才趕緊與我們會合 一部分人先是到附近埋伏增援的俄軍車隊 宙斯和幾位同仁繼續留守機場為火炮精準報位 他們躲在可跳望跑道的建築物內 真的是要特別有種之人喔 好幾次兒床甲車隊呢 路女的從旁駛過一次就是上百步起跳 這時大家就是立馬趴下 摒氣凝神 依靠著大概30公分高的草地 將自己隱身 整個就是遊戲決勝時刻的奧吉利亞關卡 好巧不巧虛構故事設定也是發生在 摩克蘭的承諾比 突然間車隊停了下來 耗管緩緩朝我們的方向直過來 宙斯的語氣仿佛一切回到了現場說 現在他們只會盲目開火欸 不會發現我們才對 突然間不知道為何我的手機聲響大作 手忙腳亂底要開靜音 但很意外的是某些奇蹟似的原因 他們竟然沒有發現我們 車隊遲疑完了又催油門挺進 與我們一行人奮道揚鑣 上述的俄軍主力沒有要聽下來的意思 但有4到5個為了這次軍事行動 所成立的BTGS直翻戰鬥群 擔任先鋒的角色 繞過烏軍重點防線 在2月26號清晨抵達機場外圍 他們就不是單保的散兵 但有重武力 逼迫烏軍要沿著伊爾平河道周圍另住防線 儘管機場轉過好幾手 最終還是淪陷 但附近的霍斯托梅地區持續抵抗 網路上有眾多目擊者錄製的影片 包括俄軍坦克重隊遭襲 霧軍的米2-4向陣地發射火箭彈等 2月27號DD加3了 在守軍的頑強抵抗下 我們的部隊決定先繞道 像剛剛提到的伊爾平和布恰式移動 安托洛夫機場則是充當後勤平台 觸放設備啊機具和人員 很沒有保證的物流系統就是了 因為儘管武軍不在 那地方持續找無人機標定砲擊 要到3月初 俄軍才算是正式掌控機場所代表的地區 這時推估有15000名人員 全數塞在基輔外的65公里長車隊中 跡象很明顯 他們無法即時運捕前方的交戰部隊 掌握陸權 但沒有確切拿下重點事證來當前進基地 車隊不斷遭襲前鋒又硬剛不過 甚至到3月16號都還有 烏軍那成功突破的捷報 最後只好在3月底撤出基輔北部戰線 再來就是歷史了 機場之一一切都在開戰48小時內所發生的事 但卻改變了我們如今的事隔一年 回頭看烏爾衝突的樣貌 分析師安德魯麥格雷格呢 將安托洛夫機場之一描述為 俄羅斯空降之災難 原先西方媒體吹捧的 新俄軍戰術群規劃 實際操作上很多問題 為能及時拿下今天的主角 和瓦西里肌膚的另一處機場 基本上完全打亂了 原先想要速速斬首的動能 我覺得如果帶入時關更可以用 an airfield too far來形容今天的失利 空降王軍離主要部隊差了快100公里的距離 要先行佔領橋梁 死守到大部隊慢慢停進 和市場花園行動一樣 市場很棒也有達標 但是花園的部分太歹氣多捧了 盟軍預計的正常行動 只會花48到36小時 和俄軍呢 預想在安托洛夫機場所耗的事件想像 導致兩個精銳SS坦克是可以啊 好啦 這已經是歷史殘越劇的範疇了 指揮官魯丹科在4月初才正式回歸 那宛如末日後影視作品的場景 遍地而是裝備殘骸還滿滿的單坑 站在俄羅斯直升機屍骨旁啊 還是很難掩臉上的驕傲 這讓我很開心 微笑說著 我們讓世界第二強的軍隊被一共屈膝 軍師和科技實力高出我們那麼多 但他們現在吃盡苦頭 胡克蘭國族門面AN225運輸機 現在成了支離破碎又扭曲的鋼鐵 可以想像到當時持續轟炸的慘況 我們幾乎只能從機頭來認識 安托洛夫國藝公司有在去年11月宣布 他的第二部姊妹機已經開工了 是一筆價值5億多美金的投資 讓被粉碎的夢想得以重建 這大概就是關於那一年 RJ做過的板機簡介 佛法頭的歡樂時刻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四到五天一定會上新影片 所以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批戰斗內陪英台 有153位朋友讓我持續大聲 大家如果常看國外Youtube一定會聽過的淨土 確保說創作者應該要為自己的付出而獲得分潤 此帳號大概開了兩三年有 如果喜歡我的幽默感和軍事軟硬盒交雜的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一杯Cafe的丟內 會發現我們離最低基本薪資 在更近一點 在今年也終於恢復直播 會在影片上架後與大家瞎聊 Late Podcasts給頻道會員先回饋 性感周邊紅標台Hankyupan熱賣中 獎得心得一年 防小人燈大浪 請務必像我一樣佩戴在身 對於今天的影片內容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前禮拜留言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整個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我會想要答應 我會答應 你想要答應 我會答應 你想要答應 你可不可以解釋 你可不可以解釋 很久不可以解釋 你可不可以解釋 你可不可以解釋 然後再開一次 母你不會解釋 不知道